斑猎狗捕食是出了名的不讲究 日常最喜欢撕咬猎物的肛门 看起来猥琐又残忍 因此召来一片骂声 名声也变得臭名昭著 那么 它们为何会喜欢掏肛呢 其实斑猎狗这样选择也是迫不得已 它们体型跟花豹差不多 且喜欢群居生活 一群少则十几只 多得有八九十只 因此只有选择斑马 脚马 甚至水牛等大型猎物 才能填饱所有成员的肚子 但这些食草动物 最轻的也有三百公斤 比斑猎狗大五倍多 且它们的正面有杀伤力巨大的牙齿 脚 前腿等攻击性器官 因此斑猎狗只能选择绕后攻击 再一个 斑猎狗的身体构造是前腿长后腿短 因此它们的后肢力量非常弱 无法像狮子 豹子等猫科动物一样 飞身扑倒猎物身后撕咬 甚至它们连见到的跳跃都很难做到 只能像狗一样进行撕咬 而以它们的高度 站直了刚好能够到大型食草动物的下半身 因此它们便只能这样攻击 而且 肛门是绝大多数动物的弱点 这里构造柔软还连着内脏 攻击效率最高 同时 这里也是动物们的视线盲区 斑猎狗攻击肛门很难被猎物快速发现 即便它吃痛发现了 也很难快速掉转身体伤到对方 这让斑猎狗的捕猎更加安全高效 因此它们才会喜欢掏肛 对于野生动物来说 它们并不在意捕猎手段是猥琐还是残忍 只要捕猎成功率够高就会采用 斑猎狗掏肛是它们的生存策略 然而奇怪的是 被它们掏肛的动物 似乎也从不反抗逃跑 而是喜欢待在原地一动不动 这又是怎么回事 难道它们不怕疼 不怕死吗 实际上 它们不是没逃跑过 只是大家很少能看到 斑猎狗的捕猎方式 是跟狼群一样的追逐消耗 它们并不会一上来就对着健康的猎物掏肛 而是会通过骚扰 阳弓 追击等方式把猎物追逐到精疲力尽 然后才会进行撕咬攻击 要知道斑猎狗的速度达到了60公里每小时 同时还有超强的耐力 很多猎物都无法逃脱这样的追击 到最后 它们只能待在原地任由斑猎狗掏肛撕咬 因为它们已经无力反抗了 其次 是因为被咬住肛门后 动物们会疼痛难忍 无法动弹 斑猎狗的咬合力很强 猎尺能嚼碎骨头 全尺也能轻松撕开猎物的皮肉 并且它们一旦咬住对方 通常会撕咬着不松口 都会产生剧烈的疼痛 压根没办法进行快速奔跑 一不小心就会将肛门连接着的内脏组织一并拉扯出来 让自己死得更痛苦 还不如直接被杀死来的痛快 再一个 斑猎狗捕猎石 基本都是团体作战 且懂得分工合作 很可能目前正在撕咬猎物的只有两三只 但当对方开始逃跑 那么前方很快会出现新的斑猎狗进行围攻 被一路攻击到耗尽精力的猎物 即便能侥幸逃脱一两只斑猎狗 也无法逃出猎狗群的围攻 另外 斑猎狗是咒服夜出的动物 它们的捕猎行为基本都发生在夜晚 因此以前人类很难看到它们的捕猎行动 只能有当它们捕猎即将成功时 我们才能看到它们的韬缸场面 所以才会以为猎物被咬住后 既不逃跑也不反抗 斑猎狗从长相 声音 再到生存习性和捕猎方式 全都在人类的雷点上蹦 因此曾遭到了一片唾骂 甚至还曾经有人疯狂捕杀过斑猎狗 但其实它们是草原上必不可少的一环 它们有多大的作用呢 首先是斑猎狗爱吃腐肉的习惯 这能有效减少各种病毒和细菌的传播 阻断传染病的产生 保证草原生态的健康循环 而且 它们虽然吃腐肉 但不是只吃腐肉 本身也是强悍的捕猎高手 它们的食物有70%都是自己捕杀的 甚至很多时候都是狮子在抢它们的猎物 只是因为过去的人们很难看到它们在夜晚的捕食行为 只能看到它们在清晨守着尸体睡觉 才会误以为它们是智慧捡尸体的投机分子 其次 斑猎狗还能将其他动物不吃的羚羊体子 头盖骨等嚼碎吃掉 消化能力很强 因此它们的粪便中含有非常多的钙元素 十分有利于草原植被的生长 以及一些微生物和昆虫的繁衍生息 再一个 斑猎狗的捕猎方式也不是只有韬缸 只有在捕猎大型动物时 它们才会这样做 面对一些落单的小动物时 它们也会像普通食肉动物一样 通过撕咬攻击进行狩猎 总的来说 斑猎狗的行为除了不符合人类的审美之外 对它们来说是最高效的生存方式 它们的叫声也只是族群之间的普通交流而已 人类由于自身的偏见 而对它们大规模猎杀 是一种十分自大的行为 对它们 hard toas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3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